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觉得她是出类拔萃 学习成绩好 社交能力也不错 加上外形条件也不逊色 很受老师同学的喜爱 在我看来 她还长得有点小帅 很符合我的审美 如果说非要挑出点毛病来的话 那就是她的家庭问题 她来自南方一个十八县小县城的乡下 家庭条件不太好 基本属于父母拼尽全力 才把她送进大学校园的那种 我的家庭条件虽然算不上多好 但是比起苏明来 还是明显高出不少的 我家就在上学的那个城市的旁边 高铁半个小时就能到 父母工作和收入也都很稳定 而且家里就我一个独秒 经济压力不算大 后面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 不会有太大困难 起初我对她只是欣赏 因为同位班尾 打过不少教导 觉得这个人工作能力挺不错 有能力又有才华 后来接触多了 又觉得她很刻苦上进 对她慢慢产生了好感 其实她也一直对我有那么点意思 不过可能我们都比较慢热吧 一直到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她在班级聚会上跟我表白 我们便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毕业后 她和我一起留在这个城市工作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维持着 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吧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跟家里公开了和苏明在一起的事 我跟家里说明 肯定还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和认可的 可他们的反应却让我始料未及 刚开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爸妈倒也没说什么 但是当了解到苏明家里的情况之后 他们不太赞同我俩在一起 从小到大 我爸妈都比较宠我 虽然反对我们的恋情 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 主要以劝说为主 不过我的性格一向比较倔强 加上那个时候有点被感情冲祸了头 一直想着和苏明奔着结婚去 就特别想得到大家的认可 后来还特意带了苏明见过我爸妈几次 想让二老多了解他一些 不对他有太多的成见 让我失望的是 折腾一圈下来 我爸妈对我和苏明的恋情 还是持悲观态度 觉得我们走不长远 我妈连珠炮似的问了我一堆问题 原话是这样的 苏明这孩子是还不错 可是我们还是不希望你能嫁给他 你不知道他家里什么情况 你见过他父母亲切吗 知道他们好不好相处 能不能接纳你吗 的确 在我和爸妈聊这件事情之前 我只知道苏明家里 有他爸妈和一个弟弟 而且从苏明口中得知 他爸妈对我们的感情很看好 我想当然地觉得 这些我可以不用管 因为在我眼里 苏明是个努力上进的人 未来可期 不管家里怎么样 和他在一起 我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反驳我妈说 我是嫁给他 又不是嫁给他父母亲戚 只要他好 我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 如果相处有矛盾 我们就自己出去买房子住 我妈苦口婆心一顿教育 无非就是说 嫁人是嫁给一个家庭 需要每一个成员都了解清楚之类的 我也没太听仔细 我当时心里已经有了抵触情绪 觉得是我爸妈不理解我 对他们的话 也不怎么听得进去 觉得他们就是起人忧天 没事找事 总之在我的坚持下 我爸妈最终松了口 答应了我和苏明的婚事 并且在几个月后 我和苏明订了婚 谈恋爱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苏明的性格其实挺不错的 很少发脾气 除了有些大男子主义之外 各方面都挺好 因为他们家比较远 加上订婚也要挑日子啥的 那段时间 很多地方又都被封了 往来不方便 所以我就没有去他老家 只是去年他爸妈来过这边 见过一面 那时候他爸妈对我挺满意 我感觉二老也挺和善的 订婚之后又过了一两个月吧 很多地方的捷径慢慢放开了 我就跟着他回了一趟乡乡老家 就是这次回去 我才终于意识到 之前我爸妈那些苦口婆心的提醒 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那天到了他家的时候 已经比较晚 他妈妈已经把一桌饭菜 做得差不多了 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都到位 就等我和苏明俩人 我第一次到他家里 我当时比较害羞 没太注意周围 后来我才发现 满满一大桌十来个人 一个女宾都没有 全是男的 菜都上得差不多了 但苏明妈妈一直在厨房忙碌 我喊他坐下来吃饭 他总说让我们先吃 他还有菜没做完 等菜做完了 他又说要收拾厨房什么的 反正死活不肯上桌 我跟他说 吃完饭之后 我和苏明一起帮他收拾 他也不肯 就这个时候我还觉得 这个准婆婆很勤快能干 脾气也挺不错 将来相处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毕竟初来乍到 我叫了他两三次 他都没有上桌 我也不好硬拉 加上当时 自己的处境也比较尴尬 一直要敬酒什么的 就没再管他了 我自己酒量一般 礼貌性地敬了一圈之后 就不再喝了 之前不是说 桌上的都是一群男的吗 男人们在酒桌上 就经常喝很久 我一开始 也不太好意思自己先盛饭 后来看他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就只好先去厨房盛饭吃 结果进了厨房之后 我看到苏明妈妈在灶台后面 端着一碗饭 上面剥了点盛不下的剩菜 正蹲在那吃饭 我看到后 让他跟我去桌上吃 邋遢 他死活不肯 还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震惊的话 饭桌上都是男人谈事情的 我一个女人上去不合适 成了饭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哪有做了一大桌子菜 自己还不上桌吃饭的 最关键的是 从头到尾 就我一个人叫他几次 桌上那么多人 未来公公 包括所有的亲朋在内 没有一个人喊他过来吃饭 连苏明这个做儿子的 都没有提过半句 一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 如坐针毡 赶紧扒了几口饭 之后就离席了 吃完饭之后 我悄悄问起苏明这件事情 他的回答更是让我惊掉下巴 他说 我们家这边传统就是这样 家里来客人了 女人都自觉不上桌 投位置给男人的 特别轻描淡写 从他的语气里 我感觉到 似乎在他眼里 这样丝毫没有任何不妥 我当时 真的被他这番话震惊到了 我们家那边 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我妈做饭 只要她还没上桌 就没人动筷子 等付出劳动的人上桌 不应该是基本的礼貌吗 他家里那一堆亲戚 大多没有什么文化 我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 但苏明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居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看他那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我又不想去和他理论这些事情 在他家里那两天 我一直觉得心里堵得慌 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役 从苏明家里回来之后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期间 我和我爸妈好好聊了聊 以前苏明表露出来的那种大男子主义 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有时候还觉得 他那是宠我才试试为我做主 而我自己又是一个比较懒得动脑子的人 但现在我静下心来 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恐慌 在那样一个环境 所有人都觉得 苏明妈妈不上桌吃饭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苏明自己也这样觉得 都说婆婆的今天 往往就是儿媳妇的明天 等我成为他们家的一员之后 我岂不是 也会成为那个 只能躲在灶台后面吃剩饭的人 一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太恐怖了 在考虑一段时间 并得到我爸妈的支持之后 我跟苏明提出了退婚分手 他问我原因 我说 我不想和你妈一样 只能蹲在灶台后面吃剩饭 苏明一开始还觉得 我在开玩笑或者是冲动 后来发现我是认真的之后 又开始跟我多次保证 说他和他爸不一样 以后绝对会尊重我 不让我受委屈 听他说了很多好话 我心里也动摇过 但由于再三之后 我还是坚持和他分手 可能在有些人看来 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 抹杀了这几年 他对我的所有的好 有些太冲动了 但我真的无法接受 这样一个环境 不仅是他妈 餐桌上的一个女人的位置都没有 我因为是客人 才能勉强展一席之地 这种环境真的太可怕了 女人完全是得不到任何尊重的 我无法想象以后会是什么样 反正对于这个决定 我不后悔 听到佳佳最后跟我说的那句 我不后悔 我真的挺为他高兴的 我真的很能理解他的做法 可能之前的行为 在某些人看来都有些犯傻 可毕竟阅历有限 肯定不如父母看得长远 所以我觉得 在他这个年纪 有主见 有冲劲 并且最后 有勇气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敢于及时止损 是值得认可的 佳佳退婚的理由 看起来和苏明没有关系 只是他家里的问题 但其实 根源还是在苏明的态度 想象一下 母亲做了一大桌饭菜 自己却只能躲在灶台后面吃剩饭 而作为儿子的他 心以为常 毫无作为 这种习惯 真的是一两句保证 就能改变的吗 恐怕不会 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苏明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 保不准现在的婆婆 就是将来的家家呢 为什么人家都说 结婚要查户口 上下考量祖宗十八代 因为家风这个东西 真的很容易遗传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 大概率也会被那种思想同化 就像苏明一样 在他眼中 母亲吃剩饭不上桌是应该的 所以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往深了说 对于女性的不尊重 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这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男友 如果嫁过去 要承担的风险是极大的 也许一个不小心 家家就成了下一个 躲在灶台后吃剩饭的人 都说婚姻其实是一场赌博 但如果明知道有很大概率会输 多半也是没人愿意去赌这一把的 或许你会心存侥幸 想赌个万一 可世上没有后悔要脉 人生不怕有遗憾 怕的是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